那么说完了男排呢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汽女排的消息 明天的北汽女排将会在客场挑战山东女排 不过我们的随队记者 今天并没有能够在赛前击涂到队员们 这是怎么回事呢 赶快来连线一下本台排球专项记者杜尔 了解一下目前北汽女排的情况 杜尔你好 主持人你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吧 刚才我听到那个你也在说 说因为其实一般在这个连赛比赛之前 我们随队都会有一个赛前踩场的新闻 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资博以后 按照和队里约定好的时间 大概在三点半左右 到了这个资博体育中心 并没有看到北汽女排 我就及时联系了一下这个王卫军领队 王领队说今天下午大概在两点左右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在队伍出发前 加提鹏指导就临时改变了主意 取消了今天下午这个训练 那我们其实也很想了解一下 这个队员在赛前的情况 所以我们又打车来到了这个距离比赛场馆 大概七公里左右的这个球队下榻的酒店 看到了队员们 其实队员们当时的状态确实都不错 也在进行这个自我的调整啊 休息啊 我们就问那个加提鹏指导说 因为今天下午已经取消了训练 那么明天我们能不能照这个惯例 拍一下这个赛前的准备会 但是最终的加早也以这个会议是 球队的会议是内部会议为理由 就是呃婉拒了我们的这个要求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哈 在之前的这几个赛季里 我们就跟随球队球队报道 一直都有这个拍摄准备会的习惯 那么我们我们也非常尊重这个加早 作为一个外局主教练的这种 个人的执教习惯和理念 但是我觉得呢 从另一方面来说 呃这也说明了在连续的输给了这个浙江两场之后 其实现在队伍的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 因为这个首场输给浙江的时候啊 刘晓彤一个人 而进攻受阻 接了45个遗传 但是这个遗传的到位率再高哈 晓彤毕竟是一位 攻守 那遗传接多了 可能在保障环节上做的多了 就影响了这个进攻端的火力发挥 所以其实加导今天这个停止训练哈 取消的训练课 我们想可能他是希望队员做一些心理上的调整 但我们可能觉得其实现在队里遇到的更多的问题 应该是一个战术的调整 呃去释放攻守 怎么解放攻守 可能更多的不是一个心理问题 那么到底这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可能明天我们还要等到这个赛前的时候 再跟加导去了解一下 主持人 好的 非常感谢杜尔 也希望明天北汽女排能够交好运 那么说完了男排呢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汽女排的消息 明天呢北汽女排将会在客场挑战煽动女排 不过我们的随队记者 今天并没有能够在赛前击出到队员们 这是怎么回事呢 赶快来连线一下本台排球专项记者杜尔 了解一下目前北汽女排的情况 杜尔你好 主持人你好 嗯 给我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吧 啊 刚才我听到那个你也在说哈 说因为其实一般在这个连赛比赛之前哈 我们随队都会有一个赛前台场的新闻 但是今天哈 我们来到这个资博以后 按照和队里约定好的时间 大概在三点半左右 到了这个资博体育中心 并没有看到北汽女排 我就及时联系了一下这个王卫军领队啊 王领队说今天下午大概在两点球队报道 一直都有这个拍摄准备会的习惯 那么我们也非常尊重这个家导 作为一个外籍主教练的这种 个人的执教习惯和理念 但是我觉得呢 从另一方面来说 这也说明了在连续的输给了这个浙江两场之后 其实现在队伍的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 因为这个首场输给浙江的时候 刘晓彤一个左右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在队伍出发前 加替鹏指导就临时改变的主意 取消了今天下午这个训练 那我们其实也很想了解一下这个队员在赛前的情况 所以我们又打车来到了这个距离比赛场馆 大概七公里左右的这个球队下榻的酒店 看到了队员们 其实队员们当时的状态确实都不错 也在进行这个自我的调整啊 休息啊 我们就问这个嘉迪鹏指导 说因为今天下午您取消的训练 那么明天我们能不能照这个惯例哈 拍一下这个赛前的准备会 但是最终呢 嘉导也以这个会议是球队的会议 是内部会议为理由 就是婉拒了我们的这个要求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哈 在之前的这几个赛季里 我们就跟随球队